上门龙旭,第2836章,赌对了。 叶晨在精灵放出孟长盛的画像,确实给了吴飞燕一个极大的震慑,以至于他这次来华夏,最担心的一件事,就是暴露身份。 不远处那些露营的年轻人,在他看来,应该都是些还在读书的学生,他丝毫不担心这些人中,有谁能威胁到自己的安全。 但他刚才已经听见了叶晨与林沃尔的对话,知道自己的行为,在别人眼里,已经有些可疑,这种情况下,他还真是有些举气不定。 而他的注意力,也确实被叶晨不知不觉间引到了另一个方向,现在的他,只担心自己被他人怀疑,却没有怀疑过这些年轻人的身份。 就在吴飞燕还在犹豫的时候,一道金色的霞光扑洒下来,蓄日已然自东方升起。 叶晨身边那些熬了一夜依旧亢奋的小年轻们,在看到这一道霞光之后,立刻兴奋起来,一边大声高呼着,太阳出来了,一边赶紧将手机掏出来,拍照录制视频。 吴飞燕见,已经没人关注自己,便迈步朝着营地后方的树林走去。 此时的吴飞燕距离叶晨和林瓦尔,不过七八十米的距离。 只是,他的注意力全然不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,再加上静默状态下的他,也并没有放出灵气去查探对方,所以全然没有察觉到有任何异常。 叶晨此时却在用余光,仔细地打量着吴飞燕。 这个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年纪,扮相成熟,且极具韵味,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,绝对算得上是顶尖中的顶尖。 而她的手中,还提着些许黄纸和一只酒坛,那黄纸看着非常粗糙,现如今,怕是已经极难买到。 叶晨看得出,吴飞燕提着的黄纸和酒坛,必定是为了祭拜林主乳。 能来祭拜他,这说明在吴飞燕心中,对林主鲁并非只有恨。 林沃尔也有些惊讶,原本她还以为,吴飞燕会气势汹汹地找过来,在父母的衣冠肿前,胡乱发泄一番,以泄私愤。 可她没想到,吴飞燕竟然会带着祭拜所用的东西过来。 一起露营的其他人,此时也看到了孤身一人的吴飞燕,一时间,大家纷纷暗自焦头接耳。 有人说,我去,那位大姐是来扫墓的吗? 有人附和道,看着像,可这里也没看见游墓啊。 书兰有些紧张,低声问,这里以前该不会是一片坟墓吧? 胡月琪一脸淡定地说道,就算是坟墓,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 之前长安修地铁,据说只是其中一条线的建设过程中,就发现了上千座古墓,这里看起来人节地灵的,有那么几座古墓,也很正常。 叶晨此刻也点头道,老胡说得对,别人就算是来扫墓,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 咱们还是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了,万一让人家听见多尴尬,不礼貌。 胡月琪点头道,阿晨的观点跟我一样,咱们还是不要管别人的事情了,等太阳升起来,大家就抓紧时间回帐篷休息一会儿,睡个回笼觉,熬了一夜,一开始不觉得累,现在感觉有些吃不消了。 众人纷纷表示,自己的感受也与他一般无二,他们并不知道,那是白酒中的灵气已经消耗完的后遗症。 林尾尔这时候,忽然掏出手机来,对叶晨说道,亲爱的,趁着太阳的光线还没那么强,咱们俩跟太阳合个影,拍几张自拍照吧。 叶晨猜出,他是想拍下吴飞燕,于是便非常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,随后掏出自己的手机,打开了前置摄像头的拍照功能。 打开拍照之后,两人默契地转过身去,背对着出声的昭阳,背对着吴飞燕,拍下了一张合影。 拍完照,叶晨连忙将照片点击放大,得益于前置摄像头的高像素。 照片里,吴飞燕的容貌已经拍得比较清楚。 随后,叶晨一边调整姿势,与林瓦尔一起合影,一边透过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照片,不断抓拍与吴飞燕有关的照片。 不过可惜的是,吴飞燕很快就进入到了那片树林之中,而前置摄像头不具备长焦功能。 这种情况下想拍它,已经有些痴人说梦。 于是,他便将手机揣进兜里,继续与林瓦一起假装欣赏日出。 而他的余光,仍旧在小心地盯着吴飞燕。 吴飞燕在树林寻找片刻之后,选了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,随后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把锤子,以及一个木柄制作的圆柱体。 紧接着,吴飞燕便将黄纸铺在地上,用那圆柱体抵在黄纸上,然后用锤子重重敲击圆柱体的头部。 如此一来,那粗糙的黄纸上,就留下了一个个圆形轮廓,中间空了一个四方的空。 这便是寻常老百姓,已经很少在接触到的打钱。 那黄纸虽然做工粗糙,但是毅然性很强。 直到现在,在农村仍旧是许多人亲民扫墓,祭奠亲人的最佳选择。 而那木柄的圆柱体,便是打钱用的模具。 吴飞燕此时娴熟地奋出一摞黄纸,然后平铺在地上, 用模具抵住,从左上脚开始,猛地垂击圆柱体的尾部, 在这一摞黄纸上,留下了一个圆形外圈,中间四方圆圈的形状。 这,其实代表的,就是华夏古代所使用的铜钱。 铜钱是古人的主要货币。 所以,这样打出来的铜钱,再烧给死者,便是古人心中真正意义上的纸钱。 将这样的纸钱,烧给去世的人,才能确保,他在另一边衣食无忧。 这种打纸钱的方式,现如今基本上已经很难见到,现在的殡葬行业, 已经没有人还在生产如此低廉质朴的产品。 哪怕是最基础的纸钱,也都是印着玉皇大帝头像,写着天地银行抬头的印刷纸钞。 不过对吴飞燕来说,他还保留着用黄纸打钱祭拜王魂的习惯。 所以,这次来滇南,他特地戴上了黄纸,以及那个用了几百年的模具。 此时的吴飞燕,已经全然忽略了刚才遇到的那些年轻人。 在他看来,那些人与自己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,所以,自己没必要关注他们,更没必要在意他们。 他这一系列的心路历程,几乎与林沃尔的预计一模一样,林沃尔赌对了。 于是,他专心地将所有黄纸,都打上密密麻麻的铜钱之后,便起身去捡了一根衬手的树枝。 随后,他用那树枝,在地面上清除出了一块平地。 随后,吴飞燕掏出火机,将黄纸的其中一张引燃。 随后,又将引燃的黄纸,丢回平地的中央。 而后,便开始一张接着一张的,向其中填充纸张。 望着燃烧的火苗,以及被热浪卷起的灰烬。 吴飞燕眼眶已然被泪水所充盈。 口中已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,低声呢喃道。 主鲁哥哥,飞燕来看你了。